当生命感到迷惘时 青年朋友寒假不妨来一趟禅修充电之旅 让心灵回复清澈与觉醒 法古山世界青年会于1月21日至27日 在三亿DIY心灵环保教育中心 举办七天六夜的2013第三届冬季青年卓越禅修营 吸引来自台湾、大陆、马来西亚 共119位年轻朋友们参与 透过生活化的禅法带领学员安定身心 认识自我 放下过去的包袱 并找到探索未来的勇气 让人生重新出发 因为我这几天这阵子因为一直太忙没有时间休息 那想说我应该要找一个时间好好休息 那去哪里休息呢我就想要去那平山 所以我就来到这个餐 所以我应该来试试看 这一整年当中就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很忙 因为一边要顾你的实习 然后一边要兼顾你的课业 然后压力很大很大的时候 所以我就想到了发布山 因为我过去曾经就是参加过发布山的很多活动 就有发新会的卓越营啊 然后产气啊 甚至生命自绝营我都有参加过 然后就觉得 产法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东西 所以我这次就回来了 室友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在上半年 压力其实还蛮大 因为有社团的事情 然后又刚好分手了 不幸的就是分手了 然后还有就是再加上申请研究所的部分 不太顺利 所以就是其实累积了很多压力跟疲劳 不知道怎么调试 然后也变得很情绪化 常常会就是一下子很开心 然后一下子就很生气 很忧郁这个样子 所以就想说来参加这一个营队 学习安定神 就是我最受用的还是放下 就是放松放下 然后还有活在当下这件事情 因为师父有说 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呢 就是因为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在想别的事情 然后如果我在走路的时候啊 我可能没有很专心的走路 然后我在想 诶等一下午餐要吃什么 然后我可能就不小心踩空这样 然后或许我在写功课 写作业的时候 就是在紧张明天的考试 等等的 就是没有活在当下 所以我觉得师父的那些开示 然后还有法师 带我们出去外面赴外禅的时候 他教我们这个直观 就真的很好用 就是不给名字 然后不给形容 最大的收获 我觉得是重新认识自己 因为就像师父的开示里面说的 叫我们要做自己 然后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 然后我发现 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当头棒喝 因为我自己以前 就是一路 一路就是奋斗上来 都不断地在考试 不断地在比较 我觉得好像如果不依赖竞争 我就没有办法确定 我自己到底是谁 然后 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要往外求 往外求 去想要赢取更多的东西 来证明我自己 可是当今天 我的感情不顺利 我的课业不顺利 社团不顺利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于是觉得很迷惘 然后听那师父的开示之后才发现 其实最重要的 应该是要重新去认识自己 这样子 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是今天做的那个曼达拉 对 就是那生命曼达拉图 因为它让我重新回溯了一次 自己的生命迷程 那在之前虽然我有做过 类似的活动 可是可能都是用透过叙述的方式 并没有透过一种 不是语言的 不是 不透过语言 不透过文字的方式去表述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 好像就有点类似像 纸商心理学里面的 隐喻疗法一样 会更深沉的去碰触到 我潜意识的东西 所以我在画那个曼达拉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断的掉眼泪 可是我才发现说 原来在我过去的生命中 其实有很多没有处理好的议题 但是我太在乎 外面的人的眼光 我太在乎 就是要竞争 要赢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都忽略它了 所以我现在才发现说 其实真的是应该要回到内在 好好地照顾自己 跟自己在一起 跟自己相处 七天当中最大的说后 就是学会放松吧 因为我前阵子 因为一直太紧绷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 要怎么样子的让肩膀 如何放松 我一直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所以我一直很紧 然后无法放松 那因为这也有法师 以及一些同学们的开导之后呢 我就懂得要怎么样子的放松 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 试着念 就是南部观星普桑 那这样就会让我 比较安定的走路 不会就是一边走路 一边想动想起的 那我就是吃饭的时候 我就尽量放慢我的速度 就是不要为了要考试 或者要开会要念书啊 蓝球舞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 那就是吃饭要变得非常地慢 走路也要非常地慢 思考也要非常地慢 我觉得就从这个营队里面 我应该会变得会动作会双双慢一点 然后也并不会那么地动作 可能或是思考不会那么地快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法骨山的活动 然后我觉得说法骨山的精神 跟理念非常好 跟我之前接触过的道场 或是其他的宗教都不一样 而且给我一种很放心 好像回到家的感觉 所以我虽然我对禅法 这一块还没有了解很深 但是想要以后回到校园之后 仍然是参加像法骨山的社团 或活动然后继续来学习 同时也希望就是透过持续的禅修 然后不断地认识自己 重新学习跟自己相处 青年院表示 学员从该营队的初级禅训班结业后 未来可参加法骨山进阶禅修活动 同时更结诚欢迎所有的青年朋友们 齐心加入法骨山于5月12日举办的万人禅修活动 期盼全民共同以禅心过好生活 以禅行关怀世界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